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因为是在台北时间年前宣布 所以第一时间做反应的是亚洲股市 那么可以看到除了台股之外 整个亚洲股市全盘揭末 不只是台股大跌了612点 灌破了几乎季先是极可为 22,256点 所以季先有可能被灌破 成交量还来到了5,500亿 而且连汇市也出现重变 所以我们来看到台股狂杀 在今天狂杀612点 连同礼拜五 这两天已经狂杀了1,141点 新台并会价再度重变 而且重变了1.42角 在今天五盘占收在32.872 对一美元的最新报价 创下8年来的新低 台积电在今天跌掉了31块钱 收在939 五天就跌掉了131块 红海也跌破了200 192.5是一个月来的新低 这是系统风险吗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太古大师杜金龙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认飞医师谢宗林 主席好 大家好 汪姆头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稍后应量以及昌星辉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现在先来解一下 今天第一时间资本市场的反应 拜登的退选是大震撼 大震撼 这是美国半世纪以来 第一位现任的总统 放弃党内的提名 上一次是越战时代的战胜总统 1968年 那他在这个S平台推文写到 符合政党跟国家的利益 这个高度很高 但是资本市场的震撼很大 因为现在最有可能代表 民主党参选总统是 贺锦丽 这是第一位 这个有亚裔的血统 有黑人的血统 而且女性的总统候选 但是现在民主党里面的大咖 乱成一锅粥 也没有完全支持贺锦丽 比如说欧巴马 对不对 总统 还有佩洛西众院长 都还没有表态 但是根据美国大型的 民调的一个调查的话 现在假如贺锦丽 你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是路透 贺锦丽是44% 川普是44% 其实没有拉开 然后CNN的六次民调 贺锦丽还输了这个川普一% 但大家会讲说 这个不是都很差不多了吗 因为他是在物差范围内 所以当拜登宣布退选 就让第一件事情 对资本市场而言 川普交易还会持续吗 现在充满了变数 第二是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全代会是在八月份 换句话也就是说 到八月之前 到底民主党推谁 都是一个问号 那么资本市场最怕不确定因素 对 然后我要强调了 美国总统是选几人票 其实川普现在七个摇摆州当中 全面的领先 这是全国的这个民调 也许两个是在伯仲之间 但是假如论选几人票的话 川普会大胜 所以川普会大胜在拜登没有退之前 一般市场就是这样预期的 那么拜登退之后 是不是共和党仍然会大胜 川普仍然会大胜 现在也出现变数 对 但是我们看今天 川普的交易 在这个拜登退选之后 有没有办法持续 我先讲结论 就是说初步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都认为川普还是一面大 为什么 川普准备四年 贺锦丽即使现在换他 他准备只有四个月 我们首先看一下 亚洲股市 全面的一个下错 日本南韩大概跌一% 但我告诉你跌最重的 就是我们台湾 台湾跌2.5% 为什么 拜登是最明确最坚定 皇位台湾的美国总统 对不对 那一旦他退选 不管谁或者谁赢的话 都不会像拜登对台湾 这么有强的保护 所以台股今天跌幅最重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币显的商品 比特币的话 一度来到6万8千美元 但是后来就开始 有一些获利回吐 那黄金也初步的 一度急拉了15美元 另外美元指数瞬间跳升 哇 今天台币 这就很惨了 重扁 对啊 我真的想不透 32.8 已经又来到了八年的新低 今天台币真的是跌得很惨 那美股的旗帜的话 一度是开 就换了这个拜登退险以后 一度涨了0.6% 因为大家认为说贺锦丽 出身加州的参业 对这个加州 都是这些科技股 他们是很有善的 但后来 这个涨幅也收敛 目前大概只有涨0.4% 所以整个这个数据来看 都是认为川普 还是比较迎面大 虽然蔡总说 川普的迎面仍然很大 但为什么资本市场 却出现了上冲下息大震荡 比如说比特币往上冲高 来到了6万8千5 又下来 旗帜冲高之后又下来 为什么 因为市场认为 不确定因素更大了 到底未来这个诡谀多变的正情 对资本市场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川普教育还能够持续吗 我想心中很多问号 马上为您连线 视讯连线 华南头部董任长 楚湘董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震荡 我想你们法人机构 一早应该就要做功课了 很忙吧 是 你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评估 我想其实我个人觉得 川普可能当选的机会比较大 自然是金融市场最大的一个变数 但是大家你可以看到 这段时间 所有的研究单位都在研究 川普如果当选之后 相关可能的影响 大概就可能是关税 贸易战 另外就是财政相对是比较紧缩的部分 那这个状况之下很可能造成 我可以看到美国的实力公贷值率 可能会维持在高档 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还是因为 前一段时间 全球的资金全部加码在 AI的股票上面 大家都坐在轿子上 等着人来抬轿子 一旦发生了一个不确定性 自然股价出现明显的一个多杀多的格局 那我个人觉得有几点了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去看台湾的K线图 今年曾经有发生了三次 比较明显的回档修正 一个发生在1月 4月和7月 1月的时候 此处正好跟季线交错 第二次发生在4月 此处最低点和季线 大概将近156点的差价 另外就是这一次的7月份 我们看到指数慢慢接近的季线 那大概将近245点 那感觉起来在季线那边应该有支撑 外资连续两个礼拜 卖了将近 将近2000多亿 2400多亿 如果加上今天 我觉得可能短短的接近两周多 卖了3000亿 3000多亿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整个卖压应该释放的差不多了 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明天应该此处的机会相对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 不过楚董 拜登退选之后不管是由谁来代表民主党参选 是不是一般法人评估川普的一面仍然是大的 那既然川普的一面不管拜登有没有退选 一面都是大的 为什么资本市场要做这么大的反应呢 也就是拜登不退和退 其实川普一面都是相对大的嘛 那为什么一听到拜登退选资本市场这么激烈反应 包括台股在今跌了612点 我觉得外资应该的卖压应该跟上礼拜五的费城半导体 和台积电的重挫有关系 是 那事实上我们看现在的旗子 美股的电子盘并没有很糟糕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释放上礼拜五的卖压 那我们看一下事实上 比较重要还是看NVIDIA和台积电 一个从高点修了将近16个% 台积电的ADR从高点修了14个% 短线看起来跌幅都应该够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美股当然会震荡一下 但它的跌势可能会稍微减缓一点 所以我个人看法应该没有这么悲观 另外我觉得比较重要还是在于 民主党的在8月19号到22号 全国代表大会才会决定他的总统候选人 我想说那个时候才会比较确定 到底谁要跟川普对决 其实川普真的有可能当选 资本市场都在做一些相关的应对 那我另外提一下 上次川普当选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记得 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 当时市场资本市场下的 觉得行情应该很糟糕 没有想到接下来的雅股的电子 雅股的盘大概跌了2%多 美股的部分当初是开低走高 只反映了大概两个小时 就完全消化川普当选的利空 而且川普当选之后 他四年当中美股大概涨了七成 70% 所以我特别提一点计划赶不上变化 川普是一个商人 他也希望资本市场表现的比较好 对他未来的评价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许会比较担心 但是我觉得也许资本市场不要这么悲观看这个事情 好 除了最后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波内资的力量强过外资 也就是说这一波内资其实是赚的盆满 波满赚的比外资还多 我想问的是拜登退选之后 国内法人包括你们机构 对于做多的态度有没有做转变 或者是不是相对有保守 你看在这段这几个礼拜 外资卖了2400多亿 但是投信一直在加码 代表大部分的投资人 对行情还是看着比较中性偏乐观 而且我觉得AI事实上是一个大的趋势 接下来到今年的第四季 明年AI相关的出货会大量增加 这个时候之前涨幅很大的AI股票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有业绩出来 那唯一比较不好是因为 NVIDIA的财报在8月28号 真的是晚了一点 中间要去验证AI的部分 稍微少了一点点 短期当然是因为涨太多了 会释放一部分的压力 我觉得看起来应该还好 是 好 本土法人做多的心态不变 好 谢谢楚董 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那么回来要问各位了 在拜登突然宣布退选之后 大盘在今天跌了612点 甚至于基线看起来 22139积极可危 有没有可能在短线上 持续在往下回测 短线上各位对大盘的看法如何 请举牌 来 认为呢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逢低进场成绩 哎呦 全部都举圈 都没有被拜登吓到 我来问一下昌星 昌星 你长期用期货来做观察 你可不可以从期货市场来帮我们看 我觉得就是要看 我们来看这个外资的筹码 我觉得这个筹码开始有一点的回补的状况 首先看到这是左边 是外资的期货的空单 空单在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做回补了 所以这两天如果大跌又开始做回补的话 那短线来说就有反弹的可能 不过强调是反弹 但是上周五拜登还没退选 对对对 他是台北线今天零圈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今天外资的态度很重要 对 礼拜一礼拜二 那上个礼拜是卖嘛 今天应该还是卖 所以别人说 我先提供大家一个重点就是 骑现货不能同步一直卖 如果有一个开始做回补了 相对来说就是有在踩刹车嘛 那如果说你是骑货放空 那放空又加码 现货又到 那当然就不可以 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敢举圈呢 因为这跌六百多点 为什么我会举圈呢 我就说其实外资呢 这一波是被嘎上去了 是啊 结算之后呢 他开始往下刹下 开始获利了 那从上周五开始 他事实上在这个 获利拉开之后 他开始有回补空单了 表示说他也觉得短线的跌幅过大 大家知道 外资是从这结算开始 一路灌下来 我帮大家算过 他这里未实现的损益哦 阿光你看那边 那个单位是万 这六十一 六十一亿 这单位是万 所以说他只六十一亿 所以他还没有实现的部位是六十一亿 然后他上礼拜 已经开始在开始做回补的动作 所以也就是说 那这六十一亿 他现在是输还是赢呢 赢啊 就赢 六十一亿 挂在账面上嘛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 所谓的成本在这里的话 往下如果乖离太大的时候 外资也会在低档回补啊 回补之后反弹之后 他可能再建部位 所以我认为外资在这边不会追空啦 意思就是上礼拜我们说他已经咬住了 可是一旦像今天是不是大盘跌了六百点 那盘跌六百 短信已经满足了 阿光你知道吗 其实如果以棋子来讲 六百点就是一口十二万 如果三万多口就快三十亿 就一口气 所以你认为外资有可能在短信上见好就收 对 他会开始做回补 然后因为碰到季线了嘛 所以开始做反弹 反弹之后再看到的部位要怎么做 所以季线你认为守得住吗 我认为应该守得住 季线位置在二二一三九 今天收在二二二五六 对那这次的外资呢 我认为要看几个重点 我们来看下一条 外资其实跟过去不一样 外资过去在做多的时候 散户在做空嘛 那你看这一波的散户 在结算之后 持续的做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察的讯号 就是如果散户在这里 开始放空了 这个盘就稳了啦 但是散户如果在这边呢 持续在做多的话 就是燃料你一直提供嘛 所以这两天呢 有可能像我们在企业商听到的就是 有在做断头的讯号嘛 就断头断头 就算你要做多 你的部位被砍出去了嘛 现在一口都不做一口的时候 如果你看散户做多的讯号 开始往下翻的时候 这个盘也有可能会直稳直下来 所以你认为季线有机会守住 然后出现短线商的反弹 对那再回到ETF 这个时候不要杀 这杀有可能杀在短线的阿呆股 对尤其会碰到季线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外资这一波很厉害 外资其实在放空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一路下来 其实这边叫做借券卖出 借券卖出他不是卖0050 他卖什么00878 00929 意思就是说外资 其实这一波他最后 是针对散户来的 针对投信来的 因为你投信跟散户买了 这两个其实买了很多嘛 所以他高股息是怎么样 一路的什么 一路的再加码放空 所以00929跟00878 什么时候不再跌 外资不再卖超 这个时候也是直稳的讯号出现 所以我把00929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很多人说下跌 赶快去解00929 来我们看下一页 00929 你看就有人说 不要贷款去存股 上礼拜all in就GG了 你看他买00929 也会了解 高股息 买200兆 一口气就赔十几万 如果这些人动不掉 开始砍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00929你看都很强 對不對 跳空下来 再灌下去的时候 外资是在什么 卖00929 借券放空 00929 借券放空 对啊 这是借券放空 他一旦卖又借券放空 所以是两股力量 在倒众 所谓的高股洗衣贴物 我认为这个力量 就是压制大盘的主因 一旦等这个压制大盘主因 消退了 加上期限或不在同步卖超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质问 但是我认为 季线这边就可能会短线的反弹 好来 钟离为什么举圈呢 基本上应该是10天跌了2000点 其实关于有点大 关于有点大 关于有点大 应该季线这边应该是会反弹 那如果说这个盘往下掉 我记得上礼拜 我们就有跟大家提到过 说这个盘有暗号 对 暗号 上礼拜的暗号 对对对 有没有暗号出来 都摔死你 那我记得那天就也说 这个政治性的可能跟不是没关系 对 也许你觉得没关系 没关系 他丢有关系的给你看 比如说丢什么 他丢这个嘛 操纵大龙股价 这个这是2017年的事情 这个为了霸你仅的事情 后来又什么 可曾懂做涉嫌那些交易 对就是他丢什么 你觉得政治跟你没关系 好我丢跟股市有关系的 就给你看 所以按他有没有发出来 其实按到他是连续再发 股市有没有掉下来 有掉下来 但是乖离太大的情况之下 在这边 在基建这边 我个人认为 就算他再往下掉 短线上应该会稍微挣扎一下 那挣扎 对挣扎就稍微停一下 那挣扎的话 其实有两种 我认为基本上 就是你观察两个部分 第一个 就是如果说政府 这边要做止跌的话 要么就是指数性止跌 要么就是结构性止跌 那指数性止跌 就是把指数拉起来 最简单就是 拉这些大型股 那大型股的话 我个人认为 其实看台积电都可以 这支就有了 那台电的部分 其实我认为就是 因为他一直往下掉 你要等他 那个惯性改变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走法就是 低点破低 高点不过高 你等到哪一天 忽然看到前一天的高点 被凸穿了 就是金的高点 已经被凸穿了 那个地方你要摊 没有干嘛 你那个地方再去买 这是那个指数性止跌的部分 但是呢 如果说在基金这边 那支最喜欢用什么 那支最喜欢用 结构性止跌 什么意思 就是我用一些强势股 比如说现在大盘在基金 对不对 如果说这些股票 还在越线 所以说还在越线 然后这里听到相对大盘强 这种股票如果说拉起来的话 这个散户怎么样 比如说像一些操盘 都干嘛 所以像这个部分它拉什么 它拉跟台铁店有关系的 跟Air有关系的 然后头信有买的 甚至说目前还在月线上的 那如果说以天来看的话 像三阳办这个还在月线上 像大众 这个也是台铁店 那个系统厂商 这也还什么 还在月线上 然后说像金材的部分 也在月线这边 那如果要看的话 我个人认为 结合这两天的部分 你可以先观察什么 不是叫你买 你可以先观察大众的部分 3147 为什么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盘也很烂 对不对 它头信户完来 头信进来买了 那头信再来买的时候 上礼拜是不是开始往下掉 我们刚刚说的 十天跌的 两千跌 它在上礼拜的时候 基本上它跟大门没有关系 它在长自己的 那长自己的 今天盘不好 对不对 盘不好 它下影线是有拉出来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 你这个线型 你下电影线画出来的话 它还不是空方 它是多方 所以就是形态多方 回撤相应压力线 基本上OK 然后再来它是什么 它是台铁店这边的AI伺服器 再来就是头信这边再买 今年应该可以赚十块 这个本益比不高 好来 杜大师刚刚也举圈 对 我们来听杜大师对大盘的看法 来 这个盘 跌得又凶又快 因为它大盘就跟我上次来规划一样 从12629走到现在是走了21个月的 汇波南希的转折点 我记得你不断提醒 时间的关键转折 那台股最重要有两个转折点 一个21个月 过往这一春 下一春就是55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正式就跌破 因为我们上次事业的话 是跌了1500点 那今天到今年就跌了2200点 跌了9.3% 所以符合我们讲的 这个出生段要结束 那现在来做ABC 那一般来讲台股有两条支撑线 就像阿关讲的季线 生命线 生命线2万多点 差一点点 再来就是连线 连线就是大概18000多点 到18000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第一档 现在先看季线 那季线有成合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看 那个19291 或是我们两年前的1861 1869 619 就变成我们连线的支撑 那我们来看一下季线 我们看下一张 那大师你看季线守得住吗 我先讲这一张 不好意思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因为是在我的规划之中 就是因为他刚好是21个月 本来就是要回党 那上次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8523到18619的时候 也是涨了21个月 涨了一点多倍 回了33% 那在民国七十一年 也是涨了21个月 也是涨了2.2 1.2倍 涨回了33% 那如果说回33% 就是我们的连线的位置 可是我们这一次是AI效应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跌幅不会回到 上两次的33% 不会那么深 对 我们现在已经回了9%左右 就是像台积电回了更深 回了十几% 这是我对盘 所以我认为这几天的跌 一口气就跌要2000多点 是符合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出生段结束 21个月的回党 那我们本来就是3Q 就是比较半 所以你现在7月份 本来AK线长红 这几天就变成 到我们录影的时间 现在跌要600多点 所以符合我们的 这个出生段做回党 但是大师你不担心外资吗 因为新台币在今年出现重变 代表外资不只是卖股票 可能还把钱给汇出去 所以我特别带这一张 台币的从民国八十几年的 一个日K线图 台币每次贬值 我们现在贬值在8年的低点 37点多 那上次来以后上面这边有 32点多 对不起 32.7多 那再来有33 那再来就是35 那你看到上一次在4月19号的时候 我们台币贬值的时候 那时候贬值在波段低点 外资台币开始升值的话 外资就大买台股 让我们这一次故意转上去 所以4月19号 我刚才讲我们那时候低点是19291 所以这个4月19号也是台币贬值的时候 开始升值 外资买 那现在台币也贬到一段 那如果说台币只要开始贬贬回升 外资就会开始买台股 只要买台股 台积电就不会像现在在追杀 所以我认为这个短波段 你只要看那个央行出来干涉汇利 那这一张汇价图讲的是 关于看这张刚才那张没有成交量 这一张有 你看到 有加量了 我们上次最高是27亿美元 那昨天上个礼拜五的话 不是大扁吗 24亿美元 就代表说他位资不是在汇出去 有没有 大卖台币晚用 最高量可能就是在27 24左右 那可能就是他杀完以后 他起货回补有没有 那完以后 这一小波段在寄线的话 他搞不好就 我暂时这边漏袋 等你弹上来 以后要跌到连线再收 所以这边本来就可以 短线强短的一个位置 好 所以刚刚大师是给圈 不过第二个问题 我们刚刚讨论是大盘 拜登的退选 对全球资本市场而言 是不是新的系统性风险呢 第二个问题 我们讨论的是台积电 我们来看台积电的盘中 走势 台积电连续两天 也是出现了大跌 特别是台积电 很多投资人说 涨破千元的时候不敢追 跌破千元的时候 也不敢买 该怎么办呢 台积电在今天 跌了31块钱 重摔了3.2% 收在939 我们来看一下日K线 好 我们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台积电也是快速的 往下回挡 好 绿色这条线是月线 在灌刷跌破的月线 只有同样的面临 基线守不守得住的考验 所以 面对939的台积电 我该做什么样的策略呢 该买 该卖 该观望 到底怎么选择 请举牌 任何该买的请给圈 好 我们来看到 有 三票在中间 两票给圈 我先问一下 蔡总为什么在中间 对啊 这个 有可能会到达季线的905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觉得要等到905再说 我常讲的就是说 像台积电 或者任何重要的股票 最大的风险 都不是产业面 都是市场过于一致的方向 你来看一下 所以现在应该稍微等一等 对 因为这个福尔要给它洗掉 你看上个礼拜台积电 破千元的时候 这个单周的这个 股东人数暴增8.8万人 它现在是133万人 超过了00878 台股单一股票 最多的股东 你想啊 福尔多少进去 那今天很意外的 它跌破它 库长股不是买回3000多张吗 那个平均成本是950 跌破库长股的成本 跌破 今天很意外 我告诉你 意外就是什么 因为拜登是最挺台湾的 拜登退选 不管谁 也要当未来的美国总统 台积电就怕到 对不对 所以今天破 所以有可能会到达 这个季线的905 但是为什么我说大盘 我比较这个 认为短线有反弹 我跟你说 市场之前的气氛 大家都很敢 益勇军 这样就弄进去 益勇军 今天盘面就出现了一个字 砰 你开始怕 怕是好事 对 大家都想过 想过勇敢 那就死得很惨 我一直这样空担 给你买 给你提款 你年龄都不怕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几个现象 第一个台积电被提款 这不用讲了 今天那些全市库 也通通被提款 红海 对 今年的YTD84% 今天刘5% 联华科也刘 但联华科今年不算涨得多 对 但是他先前涨得多 但是基本上 这个F4 除了台积电跟红海以外 联华科广达都灌破了季线 甚至金控双雄 国泰金 富邦金 今天都刘4% 所以第二个 怕不是台积电 被卖下来 全市库也开始提款 所以你放中间意思是 我们再观察一下 对 然后今天第三个 连腰股的主力也怕 今天最腰的 YTD最高是光胜 涨580% 今天跌停板了以后 他还涨580% 他今天跌停板灌下去了 他当然给他卖 对 但是主力都不怕 这个盘就不健康 主力也怕到了 怕了以后 你看这些腰股 你看今天这些跌停板 都是先前最标的股票 也就是大盘 你没有那么悲观 但是台积电什么时候买 你认为稍微再等一等 有可能来到905 刚刚举圈的 硬量举圈 硬量不怕 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为这波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前一波回到 回到这里的时候 他刚好是测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一稳住他上去 所以代表说这个地方的缺口 是有强力的一个支撑 而且你注意看 外资在整个台积电法说过后 你看他目标价 全部都是上调 但是大家会发现说 你心口不一 对不对 你看那么好 结果你一直给我在卖 就像刚刚昌星哥讲的 他期货 他可能在做一些 套利的一个交易 所以他可能会下跌下来 而且外资在干嘛 他也在做川普交易 各位要记得 川普以前 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最上场是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区间里面 一下子喊多 一下子喊空 他就把指数空在一个区间 你看他在任内 你会发现到 这是川普 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倒穷指数的一个走势 你有没有注意到 隐隐约约 感觉就是上下一个区间 这边是这个 COVID-19的时候 稍微跌比较深 但是你会发现 他大概就空在一个相近区间 因为涨跟跌都他说了算 所以外资打药是机会 你现在你看空 你现在对台积电说保护费的说法 那当然先空下来 可是空下来 我们看到刚刚上一张 他已经来到925到940 925到940这个区间 今天你会发现到 他大概打到938左右 开始有一些买盘置身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区间 而且你看他台积电的ADR ADR这波回多多少 回14.6% 台积电这波跌到这里跌多少 跌15% 所以我们今天跌3.2%的时候 你看台积电ADR跌多少 跌0.44而已 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也就等于说 跌到这个区间 差不多应该就接近满足了 不论是季线还是925附近 我觉得 这个地方是可以做成绩的 因为你看 今天还是 925已经看出这样的迹象了 今年还是看40块 看40块情况下 925这个区间 现在本应比多少 23倍左右 其实还算低 所以我觉得 没有大家所想象那么糟糕 而且川普他自己本身 对AI来讲 他是看空还看多 他其实看好AI的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刚刚上一张 我刚刚有结张图 这是2019年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签署的行政命令 他是鼓励AI发展的 所以他并不是要把整个AI产业打死 而说他稍微先下来之后 他在想办法把它弄上来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 台积电没有大家那么悲观 而且你看今天盘面上的一些族群表现 我们看刚刚那一张 台积电法缩购后 除了财报数字之外 他透露出四个讯号 第一个COAS的供需平衡 原本估2025 现在估到2026 然后资本下线的一个调升 调升20亿美元 21是600亿 台湾设备股可以分到多少 大家想想看 然后面板其实封装技术 三年后到位 所以今天涨什么 这个区块很强 有没有 我们看他这个区块的概念股 看他六公口的部分 你会发现 像今天的群创 当然群创因为外资 有一些色彩比较浓 面板的扇形封装 外资色彩比较浓厚 所以他没办法拉起来 但是你会发现到有威科 他是涨停板的 新科 有没有 他也是涨停板的 然后冬结 其实大盘跌600多点 他也没跌到 然后群豪 其实他跌幅也不深 1.42%而已 东台也都还是红的 所以我觉得 在整个面板机封装概念股里面 他今天大盘跌 他还没有跌 那代表说这个族群 还是有人在顾 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4526的东台 为什么呢 因为面板机的封装 之前我们讲过冬结 40块跟各位讲 现在59块 冬豪62块跟各位讲 现在100块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再去往下挖 可以挖到什么 你可以注意到东台 因为东台跟东杰 是母子公司 那现在他 东杰一起来跨入 所谓的面板机封装 他主要的强项是什么 研磨设备 你那个玻璃机板 要不要研磨 要研磨 所以研磨设备也很重要 雷射的部分是切割 所以你看 不论是晶圆 尺寸晶圆也好 或是矩形的面板机封装也好 他都要磨 所以研磨设备 他会跨入 然后东台部分 切割设备 你看 在这整个里面来讲的话 到时候在面板 在这个面板机封装上 他会一块一块一块的 中间会要有 所谓的精益切割 就是所谓的雷射切割 都要所谓的切割设备 那东台来讲 他就是这两个强项 而且他也跨入了 所谓的这个 自动化生产的工厂 因为他有这个六轴 速控的电路板 砖孔的部分 现在跟杨诚合作 所以八月份 华人勋来台湾 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无人工厂 所以无人工厂 情况下 我觉得他后面有一些题材 而且现在在手订单有三十亿 而且你看他股价位阶 股价位阶不是高高在上 他已经怎么样 已经先先回撤下来的 而且也是刚好 回撤到季线这个位置 点 我觉得安全 所以面板 就是封装概念 我觉得这样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你举圈 但是说到台积电 一定要问一下大师 我们知道大师之前在高档呢 因为老婆要结帐 没办法 只好把他卖了 那么现在是不是回到 你认为可以买的买点呢 F4你怎么看 台积电每次大跌 我一定买 这必然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那一般来讲 所以你像今天你买了吗 我买了 我刚才进摄影盆 我说我买940 你买940 买940 早上我开盘是挂 开盘价买到964 所以我今天 所以964到940 因为我买964 晚又后来跌到 又跌了20块 你又再继续买 进摄影盆 反正台积电只要大跌你就买 对 因为来这边讲 不买台积电的话 讲不下去 那另外一讲 不过老婆是对的 你看他让你卖在高达 对没有错 而且最主要是说 听我嘴真的很大跌 没有错 而且最主要是说 因为我上个礼拜 我本来就要买台积电 挂那个985 开盘986 后来拉上去 没买到 没有发觉盘是不对 因为没买到 他就拉上去 后来 所谓970嘛 所以我今天早上 为什么一急的买 我问我老婆说 要不要买 他说赶快去买 你是大师 你还问老婆 对啊 听不出大夫人 那我们讲这个台积电 就每次买三次一定回答 这次第四次既然还破底 所以这个买完以后 就是会不会只有 这边是B Apple下跌 BPo的反弹 这是我第一个疑虑 第二个疑虑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季线台积电 刚才那个 蔡总监有讲 大概940几 那连线的话 它太延了 因为它600多 所以如果按照线型来讲 季线它应该有支撑 可是大盘搞不好 那时候 如果万一是ABC的话 大盘可能要回到 连线那个更悲观 那可是季线不会 另外上面 它有一个东西叫899 所以来久的话 就是900块 季线是它的位置 900块应该是铁板 铁板 可是因为我有控制部位 所以我大概每个 以前大概都30块买了 因为上1000块 我都50块 你是分批买 对对 所以我今天买 或是尾盘 我知道大盘尾盘很不好 可是我还是买那个900次 后来说939 那如果明天 如果明天再跌 你会继续买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买的话 我是有控制整个部位 那我认为 大使 那你口袋很深 都是 铁店 你可以这样一直转 一直买 一直买 赚得多我老婆拿去 她分的最多 可是我会来回做 就是来回做 因为你看到 他的EPS2Q是9.56 3Q 4Q是11块 明年的3Q 4Q是EPS14块 所以理论上台积电长线来讲 他会保护我们短线 那短线的话 因为你是川普这个事件 让他有这么大的回答 因为今年来讲台积电最多只回82块 那这一次回了100多 已经稍微回的比较大 因为他涨多的关系 所以我当然 那个大流的话我就去买 我会来回做 就是来回做 因为你看到 他的EPS2Q是9.56 3Q 4Q是11块 明年的3Q 4Q是EPS14块 所以理论上台积电长线来讲 他会保护我们短线 那短线的话 因为你是川普这个事件 让他有这么大的回答 因为今年来讲台积电最多只回82块 那这一次回了100多 已经稍微回的比较大 因为他涨多的关系 所以我当然那个大流的话 我就去买 那我也不一定说买到最低 我一般来讲说 反正大流就买 大流就分批买 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们连FCC讲好不好 所以台积电之外 你刚才谈到你的钱都是买 台积电跟广大 鸿海你也是之前看好的 对鸿海这波涨到234.5 那最近回比较 可是我们一直在讲 川普那时候认为台积电 四年是涨了258% 可是有一个人 好像他这一次要说保护会的话 是因为这个东西 票票 对他以前不是 郭台铭的威斯康辛9条票 对对所以我相对来讲说 因为他现在是第二强的 短线他200块今天也破了 回到整个大盘大概185左右 那如果说有这个事件 万一真的川普险上 稍微那个事件应该以后会重提 如果以长线来讲的话 那个鸿海是目前F4里面第二强的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那当然要来谈一下254的联法科 联法科最可怜 因为外科 只是把目标价调高到1530 他只到150 那我还给他比较高是 171乘以10倍到1710 那他的目标 你看他前一高是1215 有没有 又快要跌破 所以F4里面 他是最弱的一支股票 而且华为又要控到他嘛 所以相对 他相对比较弱势 好那广达呢 2382的广达 广达的话相对比较强 我这一次的话 他破了300块 我有去买 那天买到 你买多少钱 买到293 你买了多少 293 昨天 那你小套了呢 没有关系 因为套牢本来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套牢是致富的开始 对 因为股票 你不套多的话 赚不多 像我台积电以下 像现在在买套牢 套多赚不多 因为你如果 而且这里要遇到很多投资人 对对 因为你买完又马上喷出去 你买不多 所以一买套牢 再买套牢 因为我买套牢 你只要有现金 完以后他无一转的话 你会买更多 如果说你今天买马上无一转 你大概只有买那一次 这是我的经验 除非是说 整个袋盘B坡完又下还C坡 你又买了 现在那个买台积电的人 最悲哀是什么 他用期货去买 那小白还违约交割 用铃骨违约交割 所以现在证件商有传 用铃骨买还违约交割 因为他没钱 因为小朋友没钱 买那个一点点铃骨 也会违约交割 所以证件商就没有帮他报 可是那个小白 他以后一生有没有 那个就有一个 有一个信用瑕疵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以为这样没事 以后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奉劝 你做用线骨 不要用期货 那你台积电应该会赚钱 好 谈完了 拜登退选之后呢 当然也要来谈谈AVIDIA 因为AVIDIA竟然传出会漏血 我就吓一跳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怎么回事 这个AI的龙头 AVIDIA呢 在今天消息蛮多的 第一个让我最意外是 它机贵超贵 但是水冷元件竟然出包 竟然会漏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美国准备对中国特工版的GPU 也要开闸了 就回答AVIDIA呢 它是有所谓的中国版嘛 就是专门输到中国的版本 回答如果连特工版都被开闸 恐怕会损失4000亿 对 所以我们说涨时锦上添花 那现在呢 比较弱势的时候就落井下石 所以我认为呢 我们先来看 回答在这个地方 其实刚才阿冠提到 你现在什么 开始一堆坏消息出来了 所以表示说回答短线 其实它开始有压力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 特工版 其实特工版 大家知道 这个其实是接下来 川普最大的风险 川普上来之后呢 会持续的疯 这时候黄仁勋 能不能够再持续的 卖到大陆去 所以将来如果是川普胜选的话 别说特工版了 什么版都进不去 对 可能连什么低接版都进不去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说特工版 好啦 我阉割啦 H20啦 把你阉割下来之后 还是一样是 你可以用QDA 可以用你这个 这个所谓的 灰打这个部分 被谁拿去用 去由华为拿去用 华为的这个所谓的升腾 一样可以用嘛 永料机后怎么样 出来怎么样 深腾的这个920的AI 继续用 那这个一被揭露之后 美国当然就生气了 你今天你虽然降规 可是怎么样 自己中国做不出来 这么强的GPU 我还是拿你 回答GPU的时候 开始开闸 好 那我们来讲第二个利空 漏水怎么回事 他那是贵松松的 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 供应GP200的大厂 这不是台湾的 国际的大厂 说怎么样 发生漏水 那漏水怎么样 一漏水 不好意思 整个机柜就坏掉 你看一个机柜 大概300万美元 所以一个机柜可能就1亿台币 所以一旦出现一个漏水的状况 现在纯粹开始漏水 就怎么样 回答开始说不行 这个时候可能要转给什么 转给七红 转给双红 我想我其实再给大家一个概念 它那个漏水是这样 它是漏液 但那个液不是真正的水 它是那种所谓的降这些什么 那种有一个介质 让它降温的液体 可是你一旦漏出来 不是漏出来导电坏掉 是漏出来不能降温 关系这样 不能降温机台会烧掉 不是同样 不同样一个是什么 一个导电坏掉过热气嘛 一个是热度太高啦 所以热度太高的话 对窗红 席红就有利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通常如果在多投市 这种消息一出来 双红 席红 席红应该要大涨 对不对 倒不看一下 你看3324 你看双红 3324 今天还是跌啊 可能被系统性影响 可是你看哦 如果这两天这种消息一出来之后 虽然你获利的订单 可是你没有拉起来 大家看他的这个日线 AI有没有可能成为提款重跌 来看各国好不好 来请昌星报我们来看 是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公格 这些所谓的AI 对 我觉得老AI们 其实会不会变成提款中心 我就这样说好了 我自己会看 因为这波的辉达 Amedia 他没有过高 然后呢 他的本益比一直在下修 从75下修到68 所以这种本益比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高本益比要小心 那但是这波下跌的过程中 我认为台积电门 或者台积电链门 基本上如果你找他本益比比较低的 你看金台这本益比还是很高 30倍还在修正中 我一直提到台积电的供应链 亚翔很少倍 你看本益比几倍 16倍 男子电本益比几倍 9倍 他其实呢 这波没涨到 跌的时候相对跌的比较浅的时候 我认为要从台积电设备去切入 会比去走AI来得有机会 好我们现在马上插播三大法人的筹码 最主要是在今天大跌了 超过600点之后 我们认为外资金大提款 因为新台币汇价也出现重贬 骨汇双杀 但比较意外的是 外资酒卖超91.9亿 三大法人总计酒卖超65亿 换句来就说今天是散户砍 是散户下坏了是不是 对上个礼拜五 其实融资就减了32亿了 今天应该是融资 那这对直稳和反弹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今天很多连主力自己都怕 他的户票都砍到点点 所以算货中石户和散户 走到那次 人家法人外资老心在在 因为外资已经提前给你 卖超了一千多亿了 所以短线上反弹的机会大 应该是因为也来到季线了 好来我们来看联发科为什么被告呢 我们再来看在今天还有另外一则 重量级的新闻是华为告了联发科 最主要是他们5G的技术价格 据说谈崩了 我不知道华为告联发科 对联发科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短线一定有影响 但是搞不好福获是相宜的 为什么 因为娟姐你要看 其实这个部分 他们已经炒了两年多了 那讲两年多的话 其实你在5G的部分 不踩到华为的关 是不是华为给我们要太高的授权费 因为华为是专利网 它好多好多专利 讲是这样讲 但是现在华为缺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华为缺的是像自研晶片的部分 因为如果说你去看现在 华为的整个中国的市场的话 第一名晶片的话 第一名是联发科 第一名是高通 第三名是苹果 那如果说你把联发科搞挂的话 你第二名高通企 所以就是说重点不是带钱 是让你没有办法做晶片 不是这样讲 不是不让你做晶片 是你可能要跟我交叉授权 什么你要帮我做晶片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很多AI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以华为的晶片来 那联发科怎么敢帮华为做晶片呢 联发科有 联发科的晶片是台电做的 三奈米也有AI功能 那现在如果说以华为这边来讲 他们之前那个什么 什么Polo 70 那个都是用什么 用那个709000对不对 那是中心做的嘛 所以他到底是要逼联发科帮他做 还是要逼台积电帮他做 问你台积电帮连发科不敢把他做 就是我就可能就买你的晶片嘛 我用那个专利卡你嘛 然后我可能就后面就买你的晶片嘛 因为我如果自己做 逼联发科卖给他 我如果说我自己做的话 我自己做做不出来啊 因为我居然做得出来 我生意图画得出来的话 那不好意思哦 中心最多就是7奈米而已嘛 那7奈米的话 你在5G时代7奈米是够用的哦 但你现在进入AI世代了嘛 AI世代今年的手机都3奈米了嘛 所以我这个新闻有点看不懂 到底这个新闻对联发科是利多海利空 真的不撒撒啦 就是华为告他呢 表面上看是利空 但是宗宁又说华为告他呢 表面上是为了钱 实际上不是为了钱 是因为华为自己的自研晶片做不出来 那如果是华为自研晶片做不出来 看起来联发科的技术 确实是领先很多嘛 对 没错 所以看起来又好像是利多 那如果联发科真的 在华为的威逼之下 被迫卖货给他 也不算是坏事啊 所以我们怎么看股价 来 我们来解一下股价 因为联发科的股价表现是弱势的 而且他比台积电还弱 为什么要讲 来 二十五四联发科 我们这个可以先敲出来 我们来看 台积电还没有官杀跌破机械 联发科已经先跌破机械了 军姐 对于中国来说 联发科再怎么说都是同胞 你知道吗 联发科也是同胞吗 台积电也是 但是他把同胞搞挂了 没有 不是 你联发科搞挂了 华为那个高通起来 高通起来 华为更不想看到啊 那你现在是AI的对不对 AI的话 我把我如果华为 我把资源全部都放在AI 手机这边联发科可以 把我顾着 我们来看 台积电还没有官杀跌破机械 联发科已经先跌破机械了 军姐 对于中国来说 联发科再怎么说都是同胞 你知道吗 联发科也是同胞吗 台积电也是 但是他把同胞搞挂了 没有 不是 你联发科搞挂了 华为那个高通起来 高通起来 华为更不想看到啊 那你现在是AI的对不对 AI的话 我把我如果华为 我把资源全部都放在AI 手机这边联发科可以帮我顾着的话 也就是你不要忘了 所以他对联发科是 一手棍子一手胡萝卜 对 没错 就敲三正五 不可能他没想到 让他死对吧 因为第二季的时候 那个华为的市场 是不是往下掉 对不对 往下掉的理由是什么 往下掉的理由是 他把所有的晶片 全部都去支援什么 那是新的手机 PRO R70 然后折迪器这边 他们有晶片可以给他 所以华为缺的是什么 华为缺的就是晶片 而且他下半年 不是要推三折机吗 对 没错 那三折机的话 晶片去哪升 现在如果大家都要 四奈米三奈米的 不好意思 联发科有横行 我给你买的 这样就好了 而且你是可以 旗舰机基本上 应该是可以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公格 好不好 所以个股你怎么看 特别是在下半年的 重头戏是消费电子和手机 对 如果说消费性电的话 其实我认为联发科 在什么样 如果说在反弹的时候 他一定会谈 因为起码他还有什么 他也有跟汇达合作 所以台电如果谈起来的话 联发科我认为 基本上他也会有机会谈 再如果说要看的话 可能看华通 其实华通 不管是苹果 华为 他是通吃的 如果说看折迪器这块的话 我认为折迪器这边 可能要稍微保守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折迪器重要就是轴层 那折迪器的轴层 其实就三支 叫做什么 富士达 赵立跟新智新 看这个 这K线我们说实在 这就都真的利益了 所以如果说 以折迪器的部分来讲 我认为 因为下半年 那个竞争者真的太多了 所以折迪器这边 可能先保守看 我们可以看什么 先看说可以采两边的 比如说像联发科 跟华通这边 有什么苹果这边的 随时有反弹的机会 对 这边比较有机会 好 随时有反弹的机会吗 因为在刚刚稍早 三大反而数字出来 我们要再投一下票 在策略上 是不是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砍了 要卖也要卖在一个 比较有尊严的家位 等反弹再卖吗 如果要卖的话 是不是要等反弹再卖 各位怎么看 认为等反弹再卖的 请举圈 请举圈 无意义之通过 不要杀在阿呆鼓 对不对 来 一点点时间来 杜大师 刚刚我们看到 外资卖超91.9亿 比预期少很多 对 对 因为我今天去买 当然希望拿 看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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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